马来西亚神学院STM2024年1月至7月的活动报告 迎新州帮助学生获取准确的校园信息 以适应STM的新生活 通过分享会促进学生们的了解 今年还举办了LPI性格测试 保龄球比赛和各种团体运动及游戏 新生Jackson分享了他对年度净修会的体验 他表示迎新州和年度净修会帮助他适应新环境并与新同学互动 这些活动让他了解校园生活并准备好面对挑战 他希望在STM期间灵命得以成长 学会适应群体生活 提高自律和责任感 文化与新生之业 学生们分享文化和传统食物 穿传统服装表演歌舞 交游日早晨 学生们集合后 分乘车辆前往圣马可教堂的古墓地和其他景点探索 登上卢谷博物馆山顶欣赏美景后 享用圈堡 下午在海边吹着海风 听着海浪 愉快地结束了这一天的交游日 本院安排学生参访不同教会 爱恩社区教会成立于1981年 以家庭为中心 提倡多元团结 SIB尼来是一所拥抱并体现上帝之爱的教会 芙蓉基督教为理工会有120多年历史 重视宣教和教导 近时祷告日 参加者通过操练深呼吸 体验内心的平静和放松 这次体验也加深参加者对圣经的理解 并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角色和使命 找到与神相遇的时刻 STM感谢各位 历临和支持45周年晚宴的嘉宾 并向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致以诚挚谢意 过去45年 STM如同灯塔 装备教木同工和侍奉者 塑造属灵生命 我们期望未来继续履行使命 容神一人 我们非常感恩 由STM讲师陈瑞美博士领队前 Macassar和Tenna Taraha的旅程 得到上主的看顾和保守 我们在Macassar受到热情的欢迎 与当地教会领袖见面 并参与敬拜和带导 在Tenna Taraha 我们与当地会众交流 并参与崇拜和儿童事工的服饰 这段旅程教导我们存感恩与喜乐的心 也激励我们更专心的侍奉主 沙拉越事务短宣队员詹勇 分享了他们为期十天的短宣经历 在一般组掌务进行服饰 他们观察到许多女性和孩子留在家中 而男性大多在国外工作 面临偶像敬拜和酗酒等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挑战 但也有一些群体开始转向基督 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宣教工作的重要性 并感恩所有的支持与帮助 2024年6月3日至14日 神学院的讲师、童工和董事们 在Mission One World的精心安排与款待下 参加德国两周学习团 形成包括Nuan Dettosal的小乡村观摩 专题讲座及与马丁路德相关的历史景点 旅程中也深入了解威廉勒对乡村发展的贡献 并聆听关于初期基督教运动策略与战术的讲座 第二阶段参观了 Eisenach、Erford、Wittenberg和Leipzig等地 加深了对宗教改革的理解 院纪运动会是神学院的重要体育盛事 旨在加强各神学院之间的团结与友谊 学生们通过球类等竞赛 展示体育训练成果并增强团队合作 今年 运动会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MBS举行 本院荣获冠军 为神学院带来光荣与喜悦 马来西亚神学院于7月15日举行反恩崇拜 庆祝成立45周年 纪念上帝的伟大与信实 当天崇拜通过诗歌、音乐敬拜和讲道 回顾神学院的历史 见证上帝的带领 董事会主席强调培养未来教募同工和教会领袖的使命 此次崇拜既是历史的回顾 也是对未来使命的期待与祈祷 校友回校日是一年一度的盛会 欢迎各地校友返校 重温校园时光 让校友们感受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促进联系与友谊 同时展示学院的发展与变化 我们非常感恩 这些年得到贵教会的财务和祷告支持 实在的 我们每逢想起你们时 就感谢我们的上主 我们下期再见